地上没有辅助线的话 我不容易判断正常的路要怎么走 所以我可能就会偏条 拿着导盲杖过斑马线 但怎么走的走着 越走越偏真的好危险 这边是没有车子 所以我会尽量往这边靠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找行 假如说下面有三条线的话 我就不会超过这範围 比如说它的宽度是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会划到线我就赶快跑回来了 还好一旁有人协助引导 才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 这里是仁鹅路公车循环站 路幅宽广 对于四障者要穿越斑马线 确实是一大考验 那因为最主要是希望大家 从客运从台北回来的时候 下车都能够独立的 就是透过白手杖 用探寻到警示砖 然后可以走到路口 那也能够知道说 什么时候要过马路 然后并且呢 然后透过白手杖 让我们能够四障者 可以有行穿线的引导下 那走到回家的路 所以这是我们很希望 跟积极争取的部分 那循环站这一段 是因为公车 大家都是来来回回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最主要是希望 适当者下车后 也能够独立的行走到对面 去做一个安全的 办自己的事情 那因为很可惜的是说 基隆目前只有一条啦 在七堵那边 那都是在郊区 我觉得好可惜 因为基隆市的门面在哪里 在海洋广场 跟我们循环站 最应该要优先把它设置起来 基隆市目前只有设置一处的 导盲行穿线 对于四障者来说 有极大的辅助作用 但一般的斑马线 就很容易走歪 失去方向 三条的行穿线 因为它行穿线是有 那个凸起的那个材质 那让我们四障者在走的时候 脚探寻道的时候 会知道说 这里是我要往前走的一个地方 就好比景师专一样 基隆市呢 那在呢这几年的话其实有签署 这个无障碍的有碍城市 那当然呢 我们的四障者的话 也是包含在 我们行人友善的一环 那所以呢 市域呢 这个获取了我们这个 很多四障者朋友们 大家的反应 那在呢 今天我们在循环站 主要路口 那还有呢 国泰四华银行 也就是呢 海洋广场 主要的路口呢 希望可以设置呢 我们的这个 盲人的使用的这个 引导的斑马线 那让呢 我们更多的这个 四障者呢 大家在行走 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 不会迷失方向 办法等一下 一个不小心就走到路口处 那万一呢 这个会发生危险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不希望的事情 那当然未来的话呢 市域呢 也建议说 我们市政府呢 在我们很多主要的路口处 还有呢 譬如说医院啊 学校啊 或者是呢 我们很多大众 常出入的场所呢 可以呢 优先的来做 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 市长者的 引导的这个斑马线 那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呢 大家呢 可以体会到 我们基隆市呢 对于这个 行人友善的这一块呢 是不会忽略掉 我们市长者朋友们了 江中处这边 其实原则上 在之前 也就已经有 积极的在处理了 像七土区那样就是了 那两岸区这边就是 如果市长者 有需求的话 那我们将 全力的配合 进行设置 导盲行川线 看似小小设计 但对于市长者来说 却有很大的 辅助作用 市政府交通处 听到市长朋友的心声 将在循环站 和海洋广场一带 设置导盲行川线 让市长者 过马路 更安全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